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1月28号星期五 民主党人已经开始为拜登的政治生命准备后事了 怎么回事了 美国最高法院自由派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 将要宣布退休 为什么要退休呢 就是说让拜登去任命一个最高法官 当年金斯伯格的时候 在奥巴马时期 大家就劝他奥巴马后期的时候 他就劝他要不要早一点辞职 让奥巴马去任命一下 万一奥巴马 他任期结束的时候 他第二任期结束了之后 就没有办法 比如说共和党执政了的话 可能就会有问题 在共和党里面去任命大法官了 金斯伯格就没有 结果 然后他就说他一定活得比川普长 结果就在川普的最后任期的最后一年 他不幸就失事了 失事之后 导致川普又可以任命一个保守派大法官进最高法院 川普的那四年等于任命了三个保守派的大法官 这样弄到民主党这边就非常的被动 所以这种时候 他们就是说 要趁着拜登还在 还当总统 咱们赶快任命一个自由派大法官 年轻一点的 那斯蒂芬布雷耶 他现年的83岁 是94年的时候 由克林顿任命的 94看啥 0414 041424 到24年的话 是当了30年 对吧 到现在来讲 是28年 对吧 当了28年 最高法院大法官了 他今年的83岁了 是目前的9名大法官中的最年长的 也是最高法院现在目前的三名自由派大法官之一 他本来实际上自己是不想退休的 等于是被逼的 被逼无奈 他们这次大家极力的施压 从拜登一上来就向他施压 就希望他能够退休 任命一个40多岁 年轻的一个自由派大法官的 进来 在里面最好能待个三四十年的那种 把这坑先占住了他 那为什么 就是说一定要赶到今年 不能赶到拜登任期结束 因为如果拜登任期 就是说今年不中期选举 如果一旦中期选举结束之后 民主党把参议院输了的话 因为总统提名了之后 不是就能进去 要参议院通过才行 你明白了吧 也就是说 现在民主党认为 就是说 拜登的第一任期结束之后 很有可能川普就要回当总统了 等到那个时候肯定是不行 那就一定要在第一个任期解决 第二任期就没有了 就没有第二任期 你明白吗 第一个任期 现在民主党也认为 就是说中期选举结束之后 应该是参议两边就都丢掉了 我们就都没有了 所以就是说 趁着现在赶快 就是说 趁着拜登的政治生命的 咽气的最后一口气 我们赶快 掐着这个块 把这个事解决了他 参议院的共和党领袖 米奇麦克奈娅已经表示 如果中期选举 共和党重新获得了多数席位的话 他将阻止拜登的任何提名 进入最高反正 你甭提 你提谁 我都不知道你进去 绝对过不了 你就别想了 只要你我只要参议院 我们拿回来了 你就歇菜 你就一边呆着去 所以呢 就是因为米奇麦克奈娅 现在也看出来了 中期选举估计 民主党就要输 民主党现在也看出来了 而且现在不光是中期选举的问题 第一个任期 拜登应该是没有第二个任期了 但是当然了 这点东西你不好说 因为美国的民主 现在还不如第三世界国家民主 第三世界国家民主 他们搞个选举 还要查个身份证 就是说你是不是什么的 对不对 美国都不查 所以这个东西 美国现在民主 它是一个你知道吧 很不好说 很不好说 出来任何情况 说实话 我觉得都有可能 对 所以 但是不然怎么着 就是说他们作弊归作弊 咱们再说作弊的 但是如果不作弊的话 恐怕要够呛 而且还有 你现在的民意来讲 就是说小作弊 都挽救不过来了 你要做就做个大个儿 你知道吗 但是做大了 又有他的担心 可能要坐牢的 你知道吗 所以对 反正不管怎么着 现在能看得出来 民主党也认为 拜登的政治生命 已经就是说到此就结束了 应该就延续掉 今年的11月份军军选举 基本上就结束了 后面两年 在总统呗上坐着 就坐着就得了 事也就干不了啥了 因为村两院可能就都丢了 都丢了之后能干啥 也干不了啥 就只能坐着了 之前我也说了 最新的民意来讲 民主党人也认为 拜登不应该再进行 第二次连任的竞选了 民主党应该选一个 更加年轻 有活力的 脑子清楚的 不老年痴呆的一个人 出来来选 那么反正我们看 拜登现在 他当然他自己 他还有他的总统梦 他还希望能够再选一次 他现在竞选连任的意向 还很明确 但是党内现在纷纷的施压 当然了 还有一点 斯蒂芬布雷爷 现在到底退休不退休 还不好说 现在是他们 现在帮他宣布 说他要宣布退休 但是人家还没有 有记者就采访了拜登 说问拜登 拜登说要提名一个黑人女性 进入最高法院 说有没有找好了人选 拜登还是40年的老政客 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有意识形态 还是非常正确的 他说我暂时没有任何的想法 要等到大法官真的宣布退休了 然后咱们再说 我不想逼他去退休 知道吗 因为我现在要赢说 我已经开始找人选了 我要找什么人的话 我等于我就逼他退休 对不对 但是最高法院大法官 是不受政治影响的 他完完全由他本人的意愿 去做决定 所以拜登还是 因为拜登也明白 虽然这帮人再给他施压 让他退休 然后放风 说他要退休了 但是最终还有他本人说了算 万一人家就不退 跟金斯伯格似的 跟你干到底 一定要等到川普再回来 一定要把光荣的使命交给川普总统 也不好说 不过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 民主党这一次 因为奥巴马的时候 他们还有一点幻想 他们总觉得奥巴马特别受欢迎 民主党特别受欢迎 他们觉得奥巴马之后 后面是希拉里 他们觉得希拉里竞选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 当时整个民主党党内都认为 就是说好像99% 希拉里赢定了 川普肯定输 对不对 都是这么一种观点的 如果你还还有点记忆力的话 你记得2016年的时候 那时候基本上美国的主流媒体 还有这帮人 就是说全都认为 就是希拉里赢定了 99%希拉里赢 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觉得没事 等到了奥巴马结束之后 希拉里上来 我们让希拉里提名 我不就提名我的寄认人 不就完了 对不对 那个时候还是有信心导致了出现了失误 但是现在来讲 我觉得稍微他智商还能正常一丁丁点的话 他就应该一点信心都没有了 他应该很清楚 中期选举就是结束 不要说下一次了 当然了 话要说回来了 他们还是有信心 对于他们就是说 在创造选票这个方面 前两天我看这个数据 去年最后的数据出来了 2021年 美国边境光抓捕的 就是逮着的非法入境有200万 那没抓捕的有多少呢 不是 然后这200万也不是都遣送回去 有一部分要遣送回去 有一部分要留下 也就是说这边如果是遣送回去 一半留下一半的话 也有一百万 而且你要明白 就是说进来 比如说进来的10个 你能招着几个 招着三个 招着五个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抓了200万的话 那说明可能进来的 就不止200万 对吧 所以 如果这些人都能参加选举的话 对民主党帮助还是很大的 那这些人能不能参加选举 就看民主党能不能为他们创造条件 去参加选举 好吧 那这期间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